行政局長官曾蔭權對判決感到失望 保安局局長李兆光則強調 入境條例符合《基本法》會提出上訴 推翻有關的判決 政府也向法庭申請暫緩處理外容申請居港權 直到上訴有結果 聆訊將會在下個月26日進行 而入境署也會繼續審批外容來港工作的申請 至於會不會尋求釋法或者修改《基本法》 李兆光則說現階段是要釐清入境條例的合憲性 我想我們現在不是提到釋法 在這個階段來說我們是打好那場官司 以居留權這個條款來說 修改《基本法》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因為《基本法》是落實 當日的《中英聯合聲明》的一個文件 而原《基本法》起草委員就認為 立法原意並不包括外容 我的理解就是外營派都在外 不僅外營 比如外來的老公都在內 包括我們的住軍 人大常委範徐麗泰說香港和內地法制不同 對條文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普通法很多時候對法律文字的看法 和大陸法系是不相同的 如果政府是上訴的時候 這些都會在司法程序裏面 再進一步的大家來討論 他又說是否應該釋法要完成法律程序之後 由政府決定 無聲電視